哈喽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王者荣耀,排位翻盘的事是常有的 只要有一波优势团战,就可以连推几个塔 而在峡谷中,有的英雄兑现能力不强,可是打团局非常的强势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几个打团能力超强的英雄,一起来看看 1.白起 这个英雄不仅伤害高,而且十分柔 一般的英雄不会给他造成多大弹伤害,尤其是到了后期更加难杀 在团战中,如果队伍有人被白起超防到,那么将会是一场压倒戏的局面 所以打团一定要注意白起的动向 2.王昭君 王昭君,最早的他是一名AOE伤害的例子 大范围的大招伤害打团非常强势 现在他释放大招还可以走动,增强了自己的自保能力 被动增加的冰刺效果还能让他打出更高的伤害 这算是很多王昭君玩家的福音 3.真机 要说打团能力强,肯定少不了真机 这名英雄前期既没有位移,还没有伤害 任何法射的对线都不吃亏 可是一旦到了后期 真机的伤害和大范围控制能力是非常强大的 尤其他还特别克制现在的流行四保一阵容 弹弹弹弹的伤害让很多脆皮英雄挡而生畏 除了以上三个英雄 各位小伙伴们觉得还有哪些英雄打团也很强吗 欢迎来讨论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下期见拜拜